因为女子的杠要被男子的单杠要撑 对 它是由支撑来完成的 那么男子主要是靠旋锤来完成的 所以他 他也借鉴了男子很多 他大方案技术啊 震荡大摆技术 都是借鉴男子的这个 对对对 单杠的这个技术 这个高低杠呢 是他对运动员的上肢力量和上肢接纳力的要求比较高 同样也要求 要求他有整体的协调性 协调能力啊 要求度很高 好 第一个运动员 是美国的 Bigger 美国像是有Bigger 这个反抗100 把它的质量比较很好 灯杠 震草专专专专 女子高低杠 虚实上摆到的这个动作特别多 嗯 那么 好的 它是连接很多技术的一个重要的一个 对对对对对 哎呀是 那么其实上摆倒立呢像这样的动作 每一个不成倒立 都有可能会被扣掉0.5 嗯 它每一个转体 不成倒立 或者不到倒立位置 都有可能被扣掉0.5 它要按照贵队固定要求的10度以内 对 所以它的扣分是非常多的 所以高低杠呢 将来我觉得 无论是这个中国运动员还是世界各国运动员最多要解决这个虚实上摆到的这样的动作 怎么样把它要不就扫错 要么就用其他动作来代替 这种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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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来一个东西 嗯 刷高 它完成它并不好 但是 我们发现这个运动员它居然没有掉下杠子 所以它的控制能力还是很强的 说明它的体能和各方面的能力还是很强的 来 在我们这个规则里面呢 这个掉下杠子就要被扣里面挖 我们看